各位觀眾好 我是電表 今天來分享一下目前日版的一個陸坑狀況 現在我終於打完了一色公衛戰 那這次的話打的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話 Boss有龍、施救、三王的話 我們歸雷他是一隻兔子 然後接著是一隻鹿 然後再最後是人馬 而且這次的人馬的話 算是這幾世王以來偏好打的一隻 需要魔法隊 可是如果你魔法隊是使用伊莉亞的陣容的話 會有點危險 如果你的伊莉亞不是五星 有可能會在大概28秒的時候 伊莉亞就自爆 自己死掉 因為我看我大部分公會成員的伊莉亞呢 都是白紫色的也就是R11 R11的話會有一個暴擊的加成 假如說伊莉亞暴擊的話 自損也會暴擊 所以如果有一次到兩次 他自爆了 那可能那個輸出會少個二三十萬甚至更多 所以有點在玩賭命的打法 不過日版和台版有一個蠻大的差異就是 現在日版好像從三四次前就開始有一個系統是 你只要閃退 一次可以不用扣次數 但如果超過一次的話那就會扣次數了 所以 假如說那場你爆掉了 你可以選擇直接關掉遊戲 然後再登入 那那次的話會直接不算 可是如果你有已經借角色的話那是沒辦法做更換的 所以這可能就是一種後手方案 就算你借了伊莉亞你可以選擇比較弱的物理隊 說不定打出的數字還比爆掉的伊莉亞來得好一些 然後這次的山王反而還有千歌啊還有忍的上場空間 所以現在台版如果已經還在刷這些碎片的玩家的話 可以繼續刷沒關係 因為以後還有機會用得到 反而是像七冠啊就是我們所說的克里斯蒂娜 在這次攻攻戰裡面大發神威 不愧是 那個 Sidegame Freeze的一個 核心角色 可是只有三天的限定角 真的對太多玩家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他只出三天 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復刻 所以在三天之內一定要刻到他 那 少則幾千 多則上萬 我覺得這點是比較恐怖的一點 台版的話預計會在萬聖節的版本之後 也就是萬聖節第一隻馬 忍 忍先推出 然後接著再來是美笑 眼球 那隻我沒有 推完之後就來到了限定器官 所以根本就是限定三連發 很多玩家都吃不消 但竟然可以預期的是 台版大概會在萬聖節版本的時候 就會有半週年的活動 官方有承諾說 會有免費十連 但不確定是會在 忍著這池 眼球那池 還是在前面一個有一個茉莉池 茉莉 這個角色蠻悲慘的 一開始大家對他的 這個 這個寄予厚望 因為畢竟他可以跳到 敵方的核心去抓 對方的後排 不過 隔了兩個禮拜 就推出了萬聖節布丁 抓牌能力更強 傷害更痛 效果更好 所以 茉莉根本就是被當成那個隱形人 現在玩 玩了一個多月 我還沒有在競技場裡面看過 茉莉的存在 有人應該不知道他吧 他就是那個 王國騎士團的成員喔 應該沒有人 沒有人在乎對不對 有些角色就是這樣子 就是莫名的身影 我們這樣縱眼望過去 你看下半部的那個 然後最慘的應該是真陽吧 真陽是 主線 沒什麼出現的餘地 然後 然後那個 又不好弄不好刷 又沒有專武 真的是比較悲慘 希望官方哪一天 可以給他一個限定角 那 那現在限定出的 一個概率都是二星以下 包括御三家 然後像是第一期的泳裝嘛 泳裝三 三隻 加上朱熙 然後 美東 美東外加 可可蘿 這幾隻 恩 後面會出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期待 弓箭手的限定 像小坎或者是林奈 因為這遊戲的弓箭手 真的不多 四弓 外加一個身影的小臂 頂多給他算五隻嘛 應該還需要多一點 不過 從後面弓會戰來說的話 越來越多 的遠程輸出慢慢被取代了 像是 智啊 智的推出 外加器官的推出 其實大部分傷害都是 前排去打的 反而後排 比較少會出現 或許是要打一些 比較特殊的網 像是那個 我們這次的四網嘛 四網是 那隻人馬 人馬的話就 蠻適合用遠程去 對他造成傷害的 反正近戰不是說特別好 但這次公會戰也有一個套路就是 全境戰去 全境戰去打輪馬 而且也算是主力隊伍之一 所以都還不好說 盡可能在公會戰的前三天 二週目之後 慢慢去測陣容 像這次公會戰讓我很一押 一押的就是 泳中飯糰 居然可以拿來打螃蟹 這個套路是我們在 大概快結束的時候才開始用 雖然說他的一些主要核心陣容會跟 會跟 戒的角色衝突到啦 不過 有一些人拿來打的話 可以賺一點傷害 因為我們打最高螃蟹的話 頂多就是六十幾萬 六十出 可是如果你都是滿星飯糰的陣容 我有記一下飯糰陣容 一隻泳中飯糰嘛 泳中飯糰 深月 靈音 然後一個 真情加香肢 這五隻 最後打完的話可以打到七十 甚至更高 如果有暴擊的話 因為中間 有一次飯糰開大絕 你必須要在 差不多中期的時候就開 那你這樣可以引導他到那個 差不多 二十七秒 二十七秒的時候開 然後 到二十秒的時候他會推往一下 然後他就可以斷他的雲 然後那一下 揮完的話是三萬五 所以如果有機率暴擊的話 可以打到七萬 我這個數字也是很恐怖 好啦 重點還是要聊一下目前的競技場 競技場現在有點去固定啦 那目前還是一樣都會看到萬聖節忍的一個蹤跡 萬聖節忍從 萬聖節版本一直統治到現在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個半月左右了 所以他可能是比泳裝泛團還要人群的角色 他可以做太多事情 甚至他還有機會拿來打攻徽戰 像這次的六周目的三王 我就是把雅里沙換掉換成萬聖節忍 效果還更好 因為他的傷害是多段數的 所以 在多段數的情況下的話 暴擊的機率也會提高 一些些 所以 傷害的話整體是比雅里沙高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隻比較特別的就是 有專武的胡桃 在競技場裡面會出現 在這次的一技能強化之後呢 會給予TP加更多的雙方加成 所以你就看到這種像 很類似長矛隊的這種陣容 最恐怖的是 專武的小望 也會提供那個降物功嘛 然後再也是 泳裝泛團 真的是要人命的那種 泳泛他多了這個物理 這個物魔盾的回血之後 真的是 換個人 因為在中殘局的時候 你一個輸出 還不一定打得死他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 只要萬聖節忍能處理掉你任何一隻角色 然後 他就可以有機會拖到中殘局 接著就是靠 威脅 狗死你 然後最後你誰都打不死 彷彿回到了從前 以前那個珠奇的版本 不過一樣啦 這種陣容的話 會有一個破解陣容 又或者是像這樣子 擺初音加忍的陣容的話 目前就是有這個 靜流加伊莉亞 咲戀 萬聖節忍 跟 布丁的打法 假如說對方沒有空洞的話 你可以選擇把 萬聖節的布丁 換成一個 換成一個補師 這樣子會比較穩定一些 風第一發 但其實後面 就算人死掉了 其實 還是有機會可以讓布丁去搜頭 這個核心的 核心點的話 是在 無論你的 伊莉亞 或是萬聖節 人死掉的話 都會有人 繼續在做事情 然後還要記得多彈這一個 重點 就是他沒有傷害 所以 千萬不要 擺太多坦克 這樣到你後期的時候 傷害會非常的不夠 這算是現在 現在競技場裡面 比較強制的進攻陣 還有另外一種進攻陣呢 是比較特別的方式 是使用利馬的 首先是 這種小雪 人 然後加一隻利馬 這種陣容 大部分都是拿來打萬聖節人 來做使用 首先利馬 玩進場之後呢 他可以 先讓伊莉亞被打幾下 然後最後 真步加上小雪 的技能放完之後呢 伊莉亞可以瞬間開大絕 這樣子對 遊戲開始的時候 會對中衛有很大的 一個威脅性 再加上人呢 有一個範圍輸出 所以 總體傷害也不錯 但是在這個版本 還沒到之前呢 你可以選擇先換成 先換成智 智的話一樣會有一個範圍的輸出 然後 像這種陣的話也有 也有辦法可以去處理那個 奶媽隊 但如果你看到奶媽隊的話 應該是要擺咲戀 首先是咲戀 咲戀的一個整體輸出的話 會比小雪來的好一些 因為大部分的奶媽隊都是會遇到 布丁加空花這兩隻 所以 一旦你 整體的輸出 你擺了兩個輔助 然後幫忙衝的話 其實伊莉亞 沒有辦法同時處理兩隻 所以到後面還是會變得很危險 這應該是台服大概 二月底會看到的東西啦 像我現在也是有慢慢在農 那個立馬的碎片 因為現在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農 像我可可蘿啊 或小坎 這種角色目前都滿新的狀況的時候 就 大部分的角色都會開始在農 例如 現在胡桃 要開始農 然後這邊要提一下 未來出專武的時候 我們台服應該是四個月之後 你不僅角色到五星 你可能還會需要存100個碎片 才有可能把他專武升到滿 但是專武升到滿的效益 並不來得這麼高 他只是讓你的角色到巔峰 但是 過程中你花的碎片 的性價比真的不高 所以你大概 專武升級到中間 呃 maybe大概 多75個碎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 慢慢配合你的節奏去農了 因為現在你說 我要去 處理這個盛機調查 然後去刷這個碎片 哇這個CP值好低 你看我這邊五場下來 我可以抓幾個碎片 我可以抓幾個碎片 兩個碎片 然後升一個專武大概要八個 所以我 我可能要花個大概 四天 我才可以升一階 然後問題是 他的階級數 大概有七到八十這麼多 那 我真的覺得這個專武 天 天王馬太高了 真的太高了 而且我覺得他要馬就 真的是不需要重置 你看 他就搞得很麻煩 就是要逼你花石頭 他升級調查之後 你可以重置三次 也就是 Label 1 Label 2可以重複三次 你就和別人有一個 前面性的差距 然後再來最扯的是 這個調查不會掉掃蕩卷 所以 你的掃蕩卷會被 慢慢的 啃死掉 我記得我玩日本的時候 掃蕩卷大概有 800塊1000張吧 然後現在 玩一玩之後就剩 200多張了 消耗量真的蠻驚人 太恐怖了 好啦最後再聊一下 目前 如果你想要 拼工會戰的話 就目前幾個角色 你必須要抽 像是 刺心的智 像這個角色的話 就號稱是 小香之 如果你沒有 你會陷入 極大的劣勢 在工會戰裡面 就等於說 你可以同時擺 兩個香之在場上 的感覺 然後這個角色 個人覺得到 四星就有一個 蠻不錯的差距了 然後他其實強的地方是在 第一次大決開完之後 他會獲得一個加速 然後這個加速呢 會讓他 整體的一個 技能運作 加炸絕循環的話 來得更快 所以這也是他 蠻強的一個原因 就他可以 透過第一次開完ub之後呢 提升整體的速度 然後最後 不斷的做輸出 這是 蠻嚇人 我在未來的話 也會把這個角色升到五星 但日版的話 只有四星 但我覺得四星就夠了 如果你資源有缺的話 就大概卡在這個階段就好 台版還有一個補秘蛇的機會 會是在 泳裝珠希池開的時候呢 官方有承諾 會有雙倍 我沒有問清楚 我沒有問清楚那個 官方代表 就是珠希有沒有加倍 但 既然日版有 台版肯定是有的 就只好他有提到 加倍這個東西 三星加倍 那你就可以多抽一點 可能 你可能全部角色都有了 但你的目的是抽密石嘛 大概投個100抽到200抽 抽密石 然後 去補後面珠希或是 制的 密石量 因為一個角色從三星到五星 需要 1150顆 這個數量的話也是蠻驚人 盡量多存啦 我那一期的話應該會 抽的很多 然後接著就是泳裝 的最後一個詞 他一樣是放在前衛 泳裝的貓劍 然後他的大招的話是 隨機抓取一個目標 但在公會戰的時候呢 他只會抓一個目標 所以這樣也讓他的輸出 蠻嚇人的 可是其他的輸出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 他偷TP的一個能力 他可以讓boss的一個大拳循環 降低他的頻率 也許 你擺 你不擺貓劍的時候 他只會開三次大絕 但你如果擺上他 他就只開兩次大絕 少了一次之後呢 也許會讓你的 像真情啊 相知啊 活下來 也說不定 這變成 他一個很強大的原因 如果你要拚空會戰的話 未來需要的角色 如果你只是要拚競技場的話 首先是伊莉亞要有 然後接著就是 把忍抽出來 忍的話 已經取代飯糰 去變成伊莉亞殺手 然後在所有的進攻陣 或是防守隊裡面的話 他都有一席之地 所以 如果你是實講打競技場的話 你只要把忍抽出來就好了 然後這個角色是限定角 所以抽他的話真的要 這個 打個盤算 然後接著 布丁後排殺手 在剛出的時候很強勢 不過後面 很多玩家的話都已經會針對他了 在一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這種延伸陣 但是大部分都是跟 萬聖節布丁還有忍去做延伸的 像是布丁忍 加珠希 一般的珠希 或者是把珠希換成初音 甚至是 珠希 這邊換掉 然後換成一個 可能是紡希 這些都在 一開始的時候蠻難搞的 真的要拚到 真的要拚到五星啦 因為 只有五星的 萬聖節布丁可以去處理五星的後排 幾乎都是可以秒殺 像凱流 鏡華 初音也可以秒 如果說不能秒的後排的話 只有真步 還有小雪 這兩隻的話 都是五星滿裝的情況下的話 是沒有辦法一起逼殺的 可能需要兩到三輪才可以收掉 那有時候你在3v3進攻陣 你可以放充電的萬聖節布丁 哇那個真的是 揍到底 從後排揍到前排 那個傷害真的嚇死人 但還是要小心 假如說對手空花 或者是未來出的流夏 一樣是很後面會出的前衛 這些角色的話都有一個嘲諷技能 所以 布丁可能對 這兩個角色的話 會比較棘手一點 就是會被吸很多招 但你可以選我像剛剛那樣的方法就是 你擺一堆暴力輸出 先處理掉空花 然後最後面一旦沒有嘲諷之後 你就可以對後排為所欲為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好啦以上就是我目前日版的一個分享 就從 最初的公會戰嘛 然後再來是 後續會出的角色 然後還有競技場 像我3v3的一個防守隊的話 目前放這幾隊 這是我 1v1會放的隊伍 現在這隊 然後緊接著第二隊的話是 有擺雙套路的 不過坦克 因為我 第一隊支出比較多一點 所以 我可能擺個黑旗 但理想的話會擺空花 然後緊接著三隊的話算是一個 拆對面是單坦的一個暴力陣 不放任何坦克 因為我坦克的資源都 擺在了一隊 因為一樣啦 一隊的話就是 先下下人家 你看到這隊你基本上不會想打 然後接著再 從兩隊裡面抓對方一隊 抓贏了那就可以防守成功 但現在前50看不到陣容啦 所以 只要能卡到前50以上的話 就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卡住了 好然後最後 大家看一下目前 Hard的一個關卡 像現在日版的話可以刷伊莉亞了 接著前一關的話是 鏡華 再來是 雅里莎 最後面 黑旗的話 台版也預計在二月底的時候會開一期活動 然後在那期活動裡面的話 你可以同時農優花裡加上 黑旗的一個碎片 同時 同時間 黑旗關卡 也開了 但是Hard13 偏難 說真的 就你可能需要 高星的優衣才有機會 才有機會過關 所以如果你想要農黑旗的話 優優優是 趕快升到滿星 但這關卡的話還需要等三個多月 對 實際上的話可以農吉他 吉他學不需要農 我可以跟你說目前還不用 因為現在太多物理輸出可以取代吉他了 所以反而 他已經開始銷聲匿跡 而且重點是他 農的速度太慢 然後台版12月7號的時候會開 第12章 可以農秋乃 小坎 有小坎的話不錯 但其實現在在前段的玩家的話 小坎都已經五星了 所以反而是給 中段玩家一個不錯的福利 盡可能透過 5-3加上12-2這兩關 把小坎農到五星 因為在 未來 所有的工作在裡面的話 幾乎都會有充電狼的隊伍可以使用 然後充電狼的陣容裡面有小坎 所以 盡量去把這個角色農到五星 才可以打出不錯的輸出 好 差不多 他的 就到這邊 今天雖然說是一個小雜坎啦 但是我 我看了一下時間 錄了二幾分鐘 真的蠻好笑的 來 以上就分享到這邊了 往後 還有 往後的話還有一些 這個 第一場的一些小PayPal的話會再分享到Youtube上面 反正現在 台版應該只剩等一個東西 就是泳中黑貓 在4號的時候會推出 真的好期待 重點不是 當然是要把它抽出來啦 但重點還是在那個 它的劇情 中文化 你可以 更加了解這個角色我覺得是比較爽 真的爽 好啦 我是聶寶 我們下次見啦 各位拜拜